冰箱里放了好几个月 甚至快一年的僵尸肉还能吃不 看到这我们直播间网友有话说了 这位叫李东方的朋友表示 疫情期间囤的蛋啊奶啊蔬菜啊 早就吃个底超贴了 但是肉呢一直是想不起来吃 放了快一年了 扔了吧 可惜不扔呢 又担心真挺纠结的 还有网友呢 真就是把这个家里放了挺久的肉 称之为僵尸肉 这名还挺狠的 何老师大家伙把这个酒放的肉 和僵尸肉画了等号 这个过不过分 这个还是有点过分了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僵尸肉 那大概是在五年前 2015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海关总署啊 就查出了一批偷偷摸摸的 从国外运来的肉 那么这个肉的动龄啊 非常的长啊 这个肉的年龄有的有三四十岁了 有的还是七零后啊 就那个时候就是 说的我好害怕 都是一些什么呢 就是国外的人不太怎么吃的 像什么动的鸡翅啊 还有这个鸡爪子啊 猪蹄啊 然后还甚至有一些动的羊排啊 什么之类的 它是一些走私肉 或者是有一些叫国外的战备物资 它就储存很长时间 让它偷偷摸摸的 不正常的手段 进入到我们国内 你想想看 几十年的肉可不就是僵尸肉吗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样的肉呢 因为它储存的年限太久了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啊 它的风味物质啊 它的食品安全啊 都有一些就是问题啊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严定禁止的 也应该不让它上市的 所以这样的僵尸肉呢 我们不能让它 在国内来进行一个销售 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 那么你在家里储存了 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肉 是不是僵尸肉 那倒不是啊 如果说你储存的比较好 单独的包装啊 也没有变质 那是可以吃的 营养价值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有人储存肉的时候 就拿块肉 就往冷冻箱里一扔 也不包 也不弄好 这样子就不行 有的虽然是包了 但是也没包岩石 就拿个塑料袋一兜 就兜不成啊 如果真的你要储存的话 就是要单独的器皿 岩石密封的 就给它盖好啊 或者是用塑料袋 用包装保鲜膜 把它裹好了 裹紧了 不让它接触空气 冻上 隔一段时间呢 还是风味能保持 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肉跟肉呢 也不太一样 那么到底是 隔个时间长了 能吃不能吃 主要看你这肉 是在哪买的